那我们一起来关心南韩的重燃新冠疫情 现在是第七波大流行 在南韩新冠重症死亡数都激增 确诊的规模倒是没有爆炸性的成长 南韩的防疫当局看法是 因为存在众多不回报的黑数 南韩另外同时爆发情流感疫情 那么从中部外扩 很多家庭养殖场全面沦陷 还延烧到世界兵尾鸟类猪鹿的棋息地 那个地方在庆上南道的昌宁郡 十个七个月南韩再次敲响 晴流感的警钟 青上北道李泉郡肿压养殖场 十月中出现今年秋天首播H5N1疫情 九千八百只肿压依规定全数扑杀 十月底中青北道郑川郡肉压养殖场 也沦陷再扑杀超过一万七千只 冬季后发的晴流感去年在南韩共出现四十七起疫情 总损失规模达到三百六十二亿韩元 约台币八点四亿 今年南韩农林畜产食品部十月初就拟定防疫对策 没想到疫情比往年提早两周爆发 还一发不可收拾 鲁流感疫情从南韩中部往外扩散 全罗南道 江远道 庆上南道 卫山 冀州岛都没能幸免 现在还延烧进入世界冰围鸟类 株露的栖息地让保育团体相当担忧 当地候鸟排泄物当中验出晴流感病毒 由于可能经有人类或是车辆传播 庆上南道 庆宁郡紧急进行大规模清销 就怕栖息在当地的两百八十四只猪鹿受到感染 与此同时 南韩新冠疫情也拉起警报 单日确诊在七万例上下游走 重症标破四百七十例 单日死亡超过五十人 致死率提高到百分之零点一一 已经高于今年夏季大流行 第七波大流行来势汹汹 南韩确诊规模却未出现爆炸性增幅 只有重症和死亡数不断判升 防疫当局因此推测 社会当中充斥大量隐形传播链 最新民调就显示 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群就算出现症状也不筛减 百分之三十四点九快筛阳性置之不理 显示南韩人防疫意识大幅松懈 医学专家认为接种疫苗增加免疫力是当务之急 南韩防疫当局为此召开一场又一场说明会 希望能够提高次世代疫苗施打意愿 但开打一个多月覆盖率仍不到百分之十 南韩目前已经进入冬季集中接种期 开放随到随打 盼能催出打气 但不少人担心副作用 持观望态度 民间机构调查发现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南韩人对于接种次世代疫苗感到犹豫 南韩机管厅二十三号下午宣布即将安排停止单价疫苗接种 未来将以次世代疫苗为主 由SK生科研制的南韩一号国产疫苗SKYCOVID-1 九月出场六十一万剂 至今只有三千七百多人施打 SK生科已经暂停生产 剩余库存则面临被销毁的命运 TVBS新闻综合报道